大家好,我是爱逛商场的William 我是来大马爱上逛商场的William的另一半 OK,那今天我们讲一个上海和到了大马 观察到商场的大不同 所谓大不同,我想那些小的商场 当然大马的很大啦,冷气很足啦 停车很平啊,我们就不说了 要说商场不同主要去讲吃的 和不是吃的两个区域 你观察到在大马商场里面卖吃的 大概都是一些怎样的店,有些什么特点 我认为大部分大商场里面的餐饮店 都不能够如实反映大马饮食文化的 这样一个美味的特点 我觉得它只能呈现出大马美食 被标准化之后的平平无期 所有的亮点 餐饮里饮食的亮点可能在于某些单品 比如说我们喜欢的Roddy Boy 花羊里面的这个蛋挞 但是你去消费一些其他的餐饮 我觉得基本上味道平淡无期 比较额特别高 我好像有点懂你的意思了 它也受制于商场这种经营业态 时间有限 租金相对比较贵 好像你只能摘出这么一些 还是可以吃一下 它的精华有可能是在哪里啊 档口 档口还有看在外面的这些没有电租压力 然后更加松弛的老板们做出的美食 大商场里面大部分呢 我们吃过的这些餐饮品 我认为都是没有温度的 形式走肉一般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上海的吃的这个部分 怎样呢 好像我最近观察到一个现象啊 我先来讲 就都是单一品种的装修的特别漂亮的 而且种类非常多还是蛮热闹的 应该讲啊 并不符合大家说经济下行啊 怎样 你有些什么观察 我觉得上海的餐饮 如果是马来西亚是1.0版 那可能上海它是3.0 4.0版的 你去了之后 你能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套路感 不说去商场去吃东西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 已经很少有这样的想法了 更多的是去叫领市面 你去看一个现在新的餐饮潮流是什么样子的 店家要用什么方式来进行营销 基本上你到那边去逛一圈你就知道了 连我们这回半年没回去了 我都是被惊了一下 我也是 首先我们俩都哇的一下 因为那些店初看 给到你大脑的直观印象都是好漂亮啊 好美啊 但你讲了一点我觉得挺对的 你仔细看有点光无人哦 它那个 最后的那种LED的灯用的是大亮的 你如果眼睛光过去觉得挺刺眼的 我觉得它那种感觉营造的氛围 它的包装还有它制造的肌肉营销感 确实很让你在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有冲动消费去试一旦的 但是你试完之后你觉得不过如此 对我的钱有多少 其实是用在了他的这些光 他花了这个店的包装 那么还有那些话术 然后你可对我来讲 我这样的一个退休人士 我不会再消费第二次 只能上天天 是我们看一些实际的案例 大家从视频可以看到 那些店你看有什么特色 每家店只卖一个核心的品种 它那个广度肯定是不够的 但它每家店都有一个核心的颜色 红色蓝色橙色绿色白色 区分度特别明显 而且用着那种饮食的衬线的 古风的一些字体 图片也搞得美美的 甚至很多都搞成漫画 是吧卡通的 我可能比较刻薄一点 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在学习 一些餐饮的这种营销嘛 对 看了很多书 其实我认为上海的这些商场里的餐饮 包括现在特别红的那些 像美则美意毫无灵魂 是有水线上的一个产物 是我现在可以理解啊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一开始我很美 很多东西都觉得 怎么做的这么漂亮啊 这好精品啊 好像卫生啊 管理都很注重 回来以后我们请教了一些朋友 他就告诉我说 现在他们都是请一些专门的咨询公司 整套的从电招设计 产品设计 什么管理营销 都有模板 所谓的模板就是一套套给你 收取极高的费用你就去做 但他有一些非常不好的后果 这一块我不太懂 但是我看的他 为什么说他美则美意 毫无灵魂以及图有价表 你说的本人发现在上海的这样一个 网红餐饮里面更多的其实是在售卖一种表演艺术 你看到那种全通名的操作间这些长的外貌 比较挺好的这些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 但是你仔细去看他用的这个品牌 比如说他的奶茶他用的这些N这个原料 在我们烘焙界 玩烘焙的人都知道这是低端的 还有他用的那些什么三花淡奶 这个东西好 你花这么贵的价格 最后你用到的他原材料是这些 包括这些透明操作坚韧 你去看他的一些细节 卫生上的操作 还有他的一些设备 你都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甚至是delow average的这样一个配置 我明白了 就如果有一张财报的话 你会看到他用于这些营销的 SGNA的这个费用很高 但真正用于好的食材精心去制作的 或者研发这其实可能没有这么高 所以你花钱买了一个表演 花钱买回了这些他的营销数 是不是 我朋友其实告诉我的也是类似 他说因为他的投入非常高 装修成本也很高 咨询管理的费用 实际上很多店都是开两三年以后 只能倒了再换一家再来开 或者再起一个新的项目持久 那么这个图有好看 来的人倒还是这样讲的 挺想买第一单的 有提供那种非常好看 买一下拍个照的情绪价值吧 对 而且我非常反感的 你在中国的这些商场里面 你看到的是饥饿营销的手法 他在使用 比如讲说弹塔店会告诉你 每日出炉的时间 然后告诉你每日限量 每个人只能买一个 早期的两个人每人买一个 这是为了什么 他让人流聚集起来在排队 为他免费的进行一个宣传 以前我们上海那个叫什么来敲边模子 就是拖 免费的我们去拖 各种各样的网红达人来打卡 其实他们这些成本都是我们在买单 那看来两边做吃的都一般大马平平 但是好吃的很难在商场找到 上海是美则美矣 又缺失一些灵魂 我们再把视线转到非吃的这些领域 那些通常都是在B1以上 在地面以上的这些楼面 我发现两个地方的商场差异就很大 你有观察到那些差异 上海商场的差异最大的就是你看他每一个品牌 所开设的这个专卖店 它的空间面积是它的SKU成列是比较少 整个给你感觉就是寂寞空虚冷 还有所谓的性冷感差季风 就是感觉 给你一种高高在上的 你消费不起 我也看不起你的这个样子 好像挺高端的是吧 我们朋友有个观察挺对的 在上海的商场它的层高很高 我们也看了一下两层三层四层 基本上都是卖衣服的店好多 每家都是运用大量的曲线装修感很强 你刚讲的容积率很低 买没有摆太多东西 可以想象每样东西的单价都是很高的 对我看到这些店的感受就是 我立刻马上掏出我的手机看一下淘宝 淘宝上通款会卖多少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 样板间 对电子商务的一个线下实体体验店 而听说实际上现在年轻人也确实就把 商场的这些店面 当成了一个样板间 过去试一下看一眼 马上就在这个线上下单 好像确实就这样了 有人跟我们讲 对而且好像上海的一些实体店的专柜 他甚至他的柜姐会直接告诉你说 我店里没货你直接到网上去买 那是为什么 是一样的 只是说他的线下实际天 可能是怎么说 他的折扣力度比较小 折扣提供的不同 对 明白 OK 我我还有观察啊 一下子从地下B1往上走 到楼上就开始卖衣服了 在上海啊 大部分上面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卖衣服 而且就像你讲楼下挺火热的 他跑到楼上一下子就温度就下降 就没有人 对 在大马好应该是画风完全不一样 对对吧 我扫了个纵向的车扫了一下 我发现首先在大马的楼上的这些店铺 他每一层面积都不大 那些商铺 每个都是各种混杂 比方说卖电脑的 对 有电脑卖手机的卖饮水机的 还有衣服的文具的品类好多啊 每家都不大这样的价格就很平很清明 对啊 他呢基本上又往上面去的这个商铺 在马来西亚 我观察他的SKU就摆放的越多 密哦 对很密 你感觉你商铺布置的东西多 铺铺满的这种满意的感觉 其实也是很会容易刺激消费者进去困一看 对的 挑一挑 对 相对来说他的大马服务员也不会那种 抢逼 我也跟在你后面说你要买什么 还是给你相对的自由度 呃你感觉没有什么压力感 他确实楼层再好的商场 他的楼层的层高都不是很高 在他可以多摆一些店铺 有个镜头扫过去 每一个楼面都好像都都差不多多 对 就都挺热闹的 有一点像什么 有点像巴萨就好像搬到了那个 有顶的商场里面去了这种感觉 而且我我因为在马来西亚 逛实体商场的话是因为他的线下 反而有很多的促销活动 哦 我有喜欢的一些品牌 他在Mate Valley开设这个专卖店 你经常会十不三五的来个什么 八五折这个样子 并且他的款式要比网上更多 哦 讲这一趴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大马 就更爱逛商场了 对我还记得我们家买一个小米的设备的时候 我记得你直接就问了一个店员说 你的这个价格跟网上是同样的吗 人家是怎么说的 人家说 他们都是一样的嘛 折扣也是一样的 我就给你网上一样的价格 对对 而且现货 为什么我从一个钢铁直男啊 变成在大马也爱过商场 我觉得首先不那么热 但有就是他里面就就像刚才讲 各种小店都有 时候还挺有乐趣的 会发现一些没有注意过的小玩具啊 小文具啊 能够看上一会儿 没什么压迫感 对同样我们在上海就一直消费的哈根达斯 这个冰淇淋 你说咱们去这个实体店消费 真是怕的不行啊 就感觉他装修的上海特别的 上海对不对 我们经常是在便利店消费哈根达斯 但是你看这边的哈根达斯 他是摆在这个当中的这样一个 甚至都没有店铺 也就小小的 对于小小的一个这种感觉 对不对 我非常的亲民啊 你感觉就没有任何的压力 你以前在上海 我记得听你说你不敢逛上海的商场 好像是有一种冒充者综合争论 类似的感觉啊 怎么讲 这当然是我的问题 以前没钱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 觉得说自己不配 因为店妈总是给我买很便宜的东西 到我兜里以前还挺满的时候 我就是感觉说 不喜欢被人家这种店员白眼 因为上海的店员还挺势力的 老实说你要是只看不买的话 他立刻就会有怪话出来 给你翻白眼很多 我干嘛去受这个气 我看不上你的东西 是你的东西不合我的品味 为什么最后就变成他会直接说 没钱就不要来看 不要摸摸什么摸 就这样来谴责你 他也挺在意他的东西嘛 我觉得一切根源就是他那些 楼上的店面卖的都是比较单价高的东西 那他的根源又可能是因为房地产租金 都是比较贵的 导致呢老人也不爱逛 年轻人呢就往地下走 很多人过去呢就把它当成一个样板间 其实就形成这种格局了 正经人在上海没事 谁会去逛商场 我们打鸡大片啊 过日子肯定是上淘宝 电商拼多多都是这么一口 实在行 那我们晚上再去逛个大马商场 我们下期待 大家先来看 哈哈